欢迎您收听有声小说王牌进化 作者玄土 游览人听书 人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吴天 精灵烟尔 第三世纪 虚无的空间当中 精疲力尽的方宁面前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屏幕 进入这里以后 他身上的伤势就不再恶化了 同时杀死红蓝绿楼落 肥男以及精英肥男的情景一一闪现 接下来是他扔出手雷 炸死了BOSS特维斯的定格画面 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以下信息 场景恐龙快打一杠一目 难度中等B级 空诀削弱度50% 个人属性强化20% 任务完成度70% 任务完成评价S级 任务奖励 自身属性强化点5点 潜能点数3点 积分3000点 目前人物剩余自身属性强化点数为5点 自身属性强化点数已经自动分配 方黎一看果然再次全部加在了精神上 接着出现了一个新的提示 因为你获得了过关评价为S级以上 因此可以用5000积分进行一次赌博 获得高价值物品 技能卷轴 或者是积分三倍 三种奖励 其中几率为30% 你是否要进行赌博 是否 虽然没有提到剩余的70%是什么 但方黎却是十分的清楚 既然都说了那是赌博 那么输掉的后果当然就是血本无归了 他是一个十分理智的人 尤其是在当前被榨取的一干二净的时候 更加不会拿着仅存的这点资本来孤注一致 方黎毫不犹豫地点击了否 然后屏幕化作一团耀眼的白光 就将它给彻底吞没掉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梦魇空间的专守房间当中 他此时虽然看起来状态是非常之糟糕 但是这却是因为精神力过度的衰竭所引起的 他并没有出现残肢 瀕死等等重伤现象 因此耗费的积分才不过区区的一百来点 等到恢复到最佳状态以后 方黎闭上眼睛 深深地呼吸了一下 像目前自己的基本状态掉了出来 编号13776号信息 力量12 敏捷11 体力9 精神力25 剩余潜能值15点 以身上穿戴的装备如下 手指 豺狼之剑 黄金装备 敏捷3 精神力4 施数损耗 减1 脖子 野雄之项链 蓝色装备 力量加2 腰部 距离之 骑士腰带 黄金装备 增加力量2点 梦眼印记空间格 20格 眼部 生命探测器 异形 特殊装备 力量加1 精神力加1 需要精神力10点以上才能装备 附带技能 探测 技能 真实之切割术 等级2 基本步伐 等级4 基本拳伐 等级1 基本掌伐 等级1 基本擒拿 等级1 基本远战 等级1 而方林所获得的其他东西 竟然是在先前 未求活命的拖延时间里 尽数地交了出去 他 默默地做了良久 脸色是阴沉无比 而无论是谁遇到了这种憋屈的事情 也非要窝移肚子的火不可 好在 方林的心智是异常的坚定 旁人若是遇到了此等情形 要么是暴跳如雷 要么灰心丧气 而他的目光这个时候 却已经开始闪烁了起来 他望向了手中那团肉红色的物品 那半副活动假牙 而这个苍白消瘦的少年 此时的眼神呢 只能用疯狂 凶暴 这四个字来形容 软明远 怎么等着瞧 当方林徐徐地 由楼梯走入到现实世界的时候 他的眼神 已经变得是更加坚定了 除了脸色还有些苍白之外 几乎都已经看不出 他与之前有任何的改变 当然 除了双眼上架着的那副 黑边眼镜之外 这副眼镜 是方林获得的唯一的一个惊喜 在离开梦魇世界之前 是不能够将获得的任何装备 携带入现实世界的 这些东西都会被强制取下 放入专属的空间当中 但是 也有例外 这个例外却是 这副眼镜形状的生命探测器 也大概 就是因为这件物品 是特殊道具的缘故 方林重新回到厨房的时候 人们呢 都在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 倒是在旁边 切着辣椒的服务员 小红 见到他 立即说道 放歌 老板娘都是找你 都喊了你半小时了 方林的心中默默的计算下 点了点头 指了指鼻梁上的眼睛 强笑着说道 我去配了副眼镜 这就过去 其实呢 老板娘找他 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情 只是例行公事的 问了问厨房里的情况 并且说 今天这排骨不太够 问他有没有法子 弄一些干锅鱼 或者是干锅兔 来凑合一下 在弄妥了这些杂事之后 方林略略交代了几句 便走出了老吃客 他这手里 攥着那半副假牙 行到了两条街外的一所 牙科诊所 进去之后 见到医生 正闲着无视 看着电视呢 便走上前去 迫切地疏道 啊 医生 我奶奶去年配了一副上盒假牙 带着觉得挺不错的 昨儿他吃饭呢 下面两颗牙齿也掉了 看您这儿能不能也配一下同款的 说完 他便将手里的假牙递了过去 那个医生见到主顾上门了 便仔细地接过来 仔细地看了看这半副假牙之后 说道 啊 行 你明天带他来做个压膜就行了 方明的心中一冷啊 却是淡淡地说道 大夫 您看清楚了 我要配的假牙的材质 都得和这上半副假牙的材质 是一模一样的 我奶奶啊 是个严重的过敏体质 好不容易找人做了这人工牙齦的 若是您寻找不到同样的材料 会让这牙齦一浓 甚至是病发全身症状的 那个医生一听 一震 仔细地低下头去 又看看 皱着眉头说道 哎呦 这就有些难办了 这假牙用的套罐统治法 虽然有些复杂 但是我还是能做的 不过这个人工牙齦的材质嘛 应该是进口的 国内都没有销售 你若是真的想要弄的话 那留个电话 等我向供货商询问之后 再给你个答复 好吧 方林听后点点头 心中却是颇为的振奋 他最怕的就是这副假牙 乃是随处可见的材料所制的 而那么获得的唯一线索 就会从此断掉 而做这个假牙的材质 越是罕见 那就越能对他下一步的行动 有所帮助 就越能有助于确定 这个假牙原来主人 在现实当中的真实身份 哼 我一定会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的 转明远 方林 面色平静 心中却仿佛被烈火焚烧着 狠义 难平 他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气 很有礼貌的 带上了牙科诊所的门 然后呢 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 给车夫的吩咐就是 去附近的另外一家 牙科门诊 于是 下午的残余时间 与整个晚上 都是被消磨在了本市的牙科诊所 和去牙科诊所的路上 方林依然是没有寻找到 能够制作这个人工牙银材料的医生 不过呢 他却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华西医院的王教授 乃是口腔科学方面的权威 他呀 应该能够知道这副假牙的材质 方林在回寝室的路上 眯缝着眼睛 仔细地思考着下一步的进展 按理说 他在经历了此次梦魇世界的经历以后 体力上虽然是恢复了 但是精神上的那种疲惫 却是难以消除的 他现在理应应该是一沾枕头 就立即熟睡 但是 却因为心中挂牵的事太多了 却始终是翻来覆去 难以入眠 直到天亮的时候 这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 他也不去上课 就直接去了华西医院 谁知道呢 到了挂号室才知道啊 哎 要指定着王教授诊断呢 不仅这专家门诊费用啊 不菲 嘿 他老人家也只是每天只看 十五名病人 您要诊呢 得先预约 而最近的一个预约啊 已经整整排到了三天以后了 方明当然不可能要等上整整三天了 那个时候 这物品的保护时间都已经消失了 他可不是什么寻规蹈矩的乖孩子 于是呢 他直接走到了王教授的诊断室外 他远远的看了看这位专家一眼 顺手啊 扶了扶眼镜 而这一瞬间 他已经开启了生命探测器的探测功能了 王远华 男 六十二岁 国家星火科技计划授益人 中国口腔医学学会副会长 中科院院士 爱好 古丸 书画 狗肉 方明看了之后 想了想 便转身离去了 这个古丸和书画 对他现在来说 好的 他未必买得起 便宜的 别人多半瞧不上 倒是这位王教授的最后一项爱好 他倒是还能够从中寻觅一些机会出来 他心中记忆已定 却也不忙着离去 就在诊断室外 等候以上 坐着等着 他样子是来排队 就诊的 很快就同旁边的一位姓赵的太婆呀 聊上 得知 这位太婆 她就住在附近 是这位王教授的老病人之后 十分热心的帮她拿药挂号 也顺便得知了她的一些基本情况 然后呢 便转身离去了 下午六十曲 方明来到了王教授所居的医院宿舍楼下 打听到了她的住处以后 便上楼按响了门铃了 开门的呢 正是围着围裙的王教授本人 他见了这个打扮的书卷气十足的少年 一正问道 请问你找谁呀 方明微笑着说道 您好 我是赵秀华婆婆的孙子 婆婆说多次来麻烦您为她诊病 恰好 我爸刚从外地回来 杀了一头肥狗 炖了一锅鲜肉 听说您老爷好这口 特地送过来 请您尝个鲜 王教授听他这么一说 哦 立即回忆起了 商务的时候确实见这个少年呢 替那位熟悉的病人赵婆婆 又挂号又拿药的 忙前忙后 顿时这疑心呢 进去了 笑着让他进来 说道 哎哎哎 坐坐坐 太客气了啊 哈哈哈哈 这位王老啊 其实是颇有衣夺的 病人送的红包啊 礼物什么的 通常都是直接拒之门外的 只取那份感谢之意啊 便足够了 不过啊 这推辞的话刚刚出口 嘿 却见方妮已经将手里提着的 保温筒的盖子 打开了 顿时一股异香 突皮而来呀 啊 立即情不自禁地 就往这里边呢 望去了 俗话说的好啊 狗肉滚三滚 神仙也坐不稳啊 由此可见 这狗肉的鲜美程度了 而这方妮携带来的狗肉啊 这汤色清亮 肉质鲜嫩 这些啊 都是不必说了啊 单单是那股 弥散出来的香味 就已经令人是心吃神往啊 王教授啊 被这股异香勾引的 身不由主地坐了下来 任由这方妮笑吟吟的在这桌井上啊 摆了一叠小小的干辣椒 香菜 葱白 干胡椒末等等蘸料 他呀 已经显得有些 急不可耐了 原来 方妮现在打工的老吃客火锅店的隔壁 就是一家贵州花江狗肉店 这两处店子精明的侧重点根本不同 因此也没什么利益上的冲突 两家的老板呢 也关系不错 所以啊 就连手下的员工们呢 也能常常的串个门什么的 于是乎呢 很快的 方妮便将那个老板 整治狗肉的办法 全部看在眼里了 没想到今日 果然派上庸城了 做狗肉啊 有三大要诀 首先呢 就是一个字 烤 将这狗啊 勒死 放洗后 将狗毛用这开水烫掉 然后用清水洗干净 晾干 再用这炭火或者是烹灯 把这狗全身都烤成这金黄色 烤后呢 放清水 浸泡个三十分钟左右 待狗皮回软 再用这刀啊 慢慢的刮去这烤焦的皮 使这狗皮啊 变成了浅黄色 若是烤不过关的话 那么后面弄出来的口感呢 就必然不好 并且这汤色也难以做到清亮鲜这三点 第二个字呢 就是 撕 将洗净泡好的狗肉啊 放进锅内煮开 撇去浮油 烫透之后呢 捞出洗净杂质 再将这切好的狗肉块啊 和这野酥子一起放入锅内 加足水 盖上锅盖 用这中火啊 煮三至四个小时 带只皮烂肉鲤骨即可了 把这煮好的狗肉块啊 捞出来 放到盆子里 洗净了手 用把这狗肉啊 用手撕成丝 码在盘子里 剩下的狗骨头 再放进锅内煮 煮的时间越长 这汤汁就越白 味道啊 越鲜美 汤色呢 一入白色为最佳 而这个丝 您听起来简单是吧 却比这刀切啊 更加费劲 狗肉丝的好 不仅吃起来 带着一种粗犷 酣畅淋漓 更能够使得 鱼下的狗骨啊 更容易煮出味道 第三个字呢 再就是呸 狗肉名为香肉 并不是单单的 是指其肉味其香 而是在 在于各种佐料 搭配狗肉后 所散发出来的香味 浓郁的香味 吃的时候啊 取着小碗 放入适量的辣椒面 胡椒面 用狗油烧烫 浇在这辣椒面上 再加入盐 姜肉 蒜泥 鱼香菜 盐碎 葱花 胡椒粉 花椒粉 圆汤 味精 最后啊 还得放进一点 豆腐乳 这才能够算得上 是一道完美的狗肉